Hello, nice to see you again, welcome to my class, I'm your friend Jesse 欢迎再次来到Jesse的英语课堂 Today we will learn unit 6,clothes 今天我们来学习第六单元,clothes clothes是什么意思呢?衣服,一定要注意 读这个音的时候要咬舌尖 这一次它是一个着服言,the,clothes 关于衣服的单词有哪些呢?我们来看一下 first one,shirt,t-shirt,skirt,dress,socks,short 这些都属于什么样?衣服类的单词 那之前我们学习过关于food,食物的单词 还学习过关于drink,喝的一些单词 今天学的都是关于衣服类的单词 那还有呢,我们还要学习如何表达自己喜欢什么 喜欢我们用like或者是love 那这一刻我们主要是一个like,对吧? I like blah blah,我喜欢什么什么 同样的字母呢,马上就要学完了 是最后的五个字母 V,W,F,Y,Z 好,这些是我们本课的重点的句子 我们来看一下 I like your skirt,look at my dress,put on your socks,it's blue 好,待会儿我们会一一讲解 OK,first one,what's this? 这是什么呢? It's a shirt 这是一件什么呀? 衬衫,shirt 我们来看一下 S,H,S,H,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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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那我们见过哪个单词里面有这个S,H呢? FISH,FISH,FI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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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RT 这里边,I-R,I-R,ER,SH,ER,SHIRT 听到一起啊,SHIRT OK,last one,T-SHIRT SHIRT是衬衫 那我前面加了一个T 注意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横杠 T-SHIRT是比较什么呀?T恤衫衫 这个是我们夏天啊 夏天天气比较热一般就穿T恤衫 比较休闲而且很舒适对吧? 是短袖 然后看一下这样子呢? 因为是比较短吗? 袖子比较短 那上面看见像一树 下面这一树 是不是看起来像一个大型的字母T恤衫 对吧? 所以我们叫做T恤衫衫 OK,last one,SIGURT 这是个什么呀?短裙 它指的是短裙 SIGURT 这里面我们说的是K-K-K 但是呢,见到这个蛇 这个S看起来像一条蛇一样 就比较害怕 就不能读K 而要着化成SK 所以应该是读的SIGURT 那我们来讲一下 都有哪些音在S后面着化啊 K在S后面着化成G T在S后面着化成D 还有一个呢,是P在S后面着化成F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边的全部都是轻辅音 什么叫轻辅音呢? 就是发音啊,比较轻 你读的时候呢,这个声带是不振动的 我们来看一下 K-T 你可以摸一下自己的声带 它是不振动的 而这边呢,全部是轻辅音 是声带,是振动的 我们来读一下 K-D-B 好,那我们来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这个里面的K 主化成Skirt 对吧 我们还可以看一个单词 经常叫Sky In the sky 在天空 对吧 K 主化成G 还有这个呢 比如说这个单词 Student 对吧 我们不能说Student K 要主化成Skirt 学生 还有一个是Spy 这里面的P 主化成了 What's the bar 好 Next one What's the base It's a dress 这个是什么呀 也是个裙子 但是跟刚才的Skirt 是什么区别 Skirt一般指的是短裙 下面穿的短裙 Dress 一般指的是 上下连体的这种连衣裙 是个长裙 称为Dress Dress 我们看到这个单词 莫为是两个S 在英语中 我们两个相连相同的 辅音就发一个音 就是见到两个S 发一个S 那同样的 见到两个F呢 我们读的是一个 Dress OK Next one What are they 这些是什么呀 Socks They are socks 这边是什么呀 短袜 而且我们都知道 袜子肯定是什么呀 成双成对的出现 对吧 都是一双袜子 所以呢 这个单词 它后面的本身 有一点S 比较是成双成对的 Socks Socks 这里面 CKCK Socks 短袜 我给人家说 这个是什么呀 短裤 对不对 短裤我们说 肯定也是 算是 我们说 是一条裤子嘛 是两个裤腿 对吧 所以这个也是 后面加了一个 S Shorts 这个在T后面加S 这个TS可以连来一起 组一个音 Shorts Shorts 酷 那前面这个 是 Or Shorts Shorts 好 我们来看一个对话 I like your skirt 这个小女孩 摆了一条新的裙子 她的同学呢 来夸奖 赞美她的裙子 很漂亮 对吧 她说 I like your skirt 我喜欢你的短裙 It's so beautiful 非常的漂亮 对不对 那别人赞美我们的时候 我们应该说什么呀 Thank you 应该说谢谢 不要像我们中国的四伟 说哪里哪里 不漂亮 就那样吧 对吧 我们应该是 说thank you 表示感谢 好 看一下这个小朋友说 I like your t-shirt 她买了一个新的T恤衫 说我喜欢你的T恤衫 I like your t-shirt 那我们应该怎么回答呢 Thank you 表示感谢 谢谢 当别人赞美我们的时候 我们应该说 thank you 这是用语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集用语 好 那我们刚才两个对话里面都说了 表示喜欢对方什么什么的时候 有应该说 I like 比如说 I like your sgirt 我喜欢你的钻裙 I like your dress 我喜欢你的长裙 I like your shirt 我喜欢你的衬衫 I like your t-shirt 我喜欢你的T恤衫 可以毫无吝啬地去赞美别人 喜欢对方的身份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对话 这个 这个可能是这个小男孩的妈妈 对的说 Put on your shirt Put on your shirt Put on 什么意思呢 穿上 Put on 穿上 是一个短语 一定要讲话 穿上你的什么呀 衬衫 好 下面这个呢 是让他穿上什么呀 Put on your socks 穿上你的袜 那我们再来造一个句子 穿上你的裙子 是长裙 那应该怎么说呢 Put on your dress Wonderful 非常棒 好 那我们再来看这三个小女孩的对话 Look at my dress It's blue 这个小女孩说了 Look at 什么意思呢 OK 佛老妹跟我一起做一个动作 Look at 什么呀 看 看我的裙子 而且我们看这个裙子是什么呀 连衣裙 所以我们说 Dress 不能用skirt Look at my dress It's blue 是蓝色的 那看这个小女孩就说什么呀 I like your dress 我喜欢你的裙子 So beautiful 对吧 非常漂亮 那这个小女孩 他怎么说呢 Thank you 应该说 谢谢 就是感谢 好 那一定要注意 我们今天所学的重点的一个句子 Look at 什么什么 看什么什么 再一个是 I like 我喜欢什么什么 好 又是我们字幕学习时间 今天呢 就要把所有的字幕全部学完了 最后这五个字幕 我们来分别读一下 V V W X X Y Y Z Z 好 我们连到一起读一下 V W X Y Z 好 加快 V W X Y Z 再快 V W X Y Z 好 好 那我们把这些字幕呢 在生活中来找一找 看哪些 V W X Y Y V Z Y G Z Z Z,动员Z,对吧,手动员Z 好,我们来做一下练习 David买了件衬衫,想让大家看会说什么呢 我们说看,今天我们学了一个短语是 Look at,看什么什么,看我的衬衫 衬衫怎么说呢,还记得吗 Shirt,非常棒 所以我们连到一起应该是 Look at my shirt Look at,一定要注意哦 看什么东西一定要有这个戒指at 千万不能丢了 你不能说look my shirt 看我的这点是错误的 一定要有at,look at my shirt 看一下这幅图片,这个是什么呢 What's this,这个是什么呀 还记得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像一个大写的字母T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呀 T-shirt T-shirt,T-shirt上是吧 好,那我们看最后一道题 I like your dress 我喜欢你的裙子 当别人赞美的时候 我们应该说thank you 或者是thanks来表示感谢 所以说我们这里面应该是thank you 谢谢 好,这些都是我们这一节课所学的单词和句型 这一节课我们学的是clothes 衣服,所有衣服的单词 我们再来复兴一遍 follow me shirt,shirt,t-shirt,s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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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t,dress,dress,socks,socks,shorts,shorts,your,your 一定要注意 这里面的skirt 这个k在s后面转化成了skirt skirt指的是短裙 dress指的是长裙 是连衣裙 socks后面有s shorts,短裤也是有s 因为它们都是成双成对出现的 your表示你的 或者是你们的 比如说your t-shirt 你的t-shirt your dress 你的长裙 好,那这个重点的句型我们来看一下 I like your skirt 我喜欢你的短裙 那我们再来造个句子 比如说I like your dress 我喜欢你的长裙 I like your shorts 我喜欢你的短裤 是不是都可以来说 好,那当别人赞美的时候 我们应该说thank you 表示谢 另外一个重要的句子就是 look at blah blah 看什么什么 一定一定要注意 look后面跟看的东西的时候 要有一个戒字at look at my dress look at my socks look at my t-shirt 看我的什么东西 put on 也是一个动词短语 我们可以看出来 其实look at 跟put on很相似的 是一个动词和一个戒字 组合到一起的一个短语 千万不能少 put on 不能丢了 穿上你的什么什么 put on your socks 穿上你的短裙 下面一个是it's blue 表达颜色 是蓝色的 那比如说这个是什么颜色吗 it's yellow 是黄色的 这个呢 是红色的 it's red ok 好,今天我们就学习了这些内容 你都掌握了吗 ok so much for today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by bwd6 by bwd6